今年市府的金珠春联今天第一天发放 一早就在金山区公所涌现人潮 还有里长们也集合在公所前方 与大家拜早年而趋张表示 今年的春联代表着同人要用六颗星的服务态度 继续为民服务 今天是新北市政府发送珠年春联的第一天 一早在金珠区公所就可以见到排队人潮 抢拿限量一千五百份的祝福满满春联 不仅如此今天全区里长们也趁着公所涌现人潮 来到公所前与区长同人们一起公售 向居民拜早年也祝福大家 祝福满满幸福满满 祝福满满幸福满满 大家新年快乐 那再过十二天 我们在逐年一百零八年就马上到了 那市长特别今年以六颗星的这个祝福春联来送给我们的好朋友们 他以后主要是希望能够安心的用心的 然后是一个关心的提心的 让所有的朋友都能够开心的爱心 利用这个六颗星来祝福我们所有的朋友们 时间一到区长进到公所里为了落实接地气多余民众互动 区长除了跟排队民众道祝贺 也直播跟网友们打招呼 再为排队前几名的市民发送春联 特别介绍今年六颗星的逐年春联 期待未来的一年要与团队们带着爱心关心贴心安心 用心以及开心来服务市民 希望大家都能够住屋满满 然后柴檐滚进 那在这里跟大家包括从今天开始 每天八点到五点都可以来这边公所 一楼的服务台来领取 那数量有限要领要赶快 可以进到今年市府春联相当讨喜 取祝福作为祝福的谐音 还有可爱的金珠金元宝图样相当讨喜 更用胖胖的手写书法方式 就是要向民众传达一种满满幸福的感觉 记者廖平函金山采访报道